台电第17届全国校园电力宣导及竞赛活动 从去年9月开炮 在全台高中职及大专院校举办54场巡会宣导 平面海报及懒人包竞赛活动 则争得近2000件投稿作品 选出47件得奖 6月10号举办颁奖典礼 公开表扬所有的奖者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台电的企业形象 另外就是我们的低碳 绿色低碳能源的一个当作主题 我们希望各位把我们想想看台电的企业形象 如何能够建立起来 以第三者眼光 以学生里面教育界的眼光来看看我们台电 另外就是说我们的绿色低碳的这个能源 这个能源转型的工作 政府在做能源转型工作 如果透过这个影片 然后各方面不同的宣导的方式 能够让社会大众真正了解 这个能源转型的内容是怎么样 复兴商工陈俊玲已被囚禁在电线监牢中的北极熊 指出节电的重要性 或平面海报高中执组第三名 大专组第三名 惦记你 以创意视觉刻画台电同源的付出 首度举办的懒人包竞赛 高中执组第一名 神你 以清新取风介绍时间电价 大专组前三名 不约而通都以活泼插画与动画 呈现大众关注的放射性废弃物一体 今天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学生 我为他们感到很骄傲 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把所有专业的知识 转化成企划脚本 再把它转制出来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学到非常的多 台电这个比赛到今年第十七届了 每一年它让我们的老师跟学生 有这个机会 来透过不管是各种的平面 或者是数位媒体的方式 那从这个过程让我们去认识 电力相关的这一些的资源跟知识 是我觉得最难能保贵的地方 为鼓励学生了解发电现况及能源议题 台电走入校园巡回宣导 举办多媒体竞赛 已有17年历史 透过活动 期望不仅激发学生的创意才能 也点亮他们成为电力宣传中字 将正确电力知识 散播到台湾的每个角落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 音乐 感谢观看